你喜欢吃章鱼小丸子吗 或者烤章鱼虚呢 要是喜欢的话 请谨慎观看以下的内容 因为可能会影响到 你以后吃它们时的心情 也许你已经听说过了 章鱼拥有5亿个神经细胞 甚至远超哺乳动物中的大鼠 几乎跟你家的虫毛旗鼓相当 关键是人家还拥有两套记忆系统 一套在大脑里面 另一套你肯定猜到了 就是在你最喜欢吃的触手里面 注意我们后面还会收到它的 这也就说明 章鱼是能够双线成同时作业的 触手可以单独思考 独立感知环境快速做出反应 大脑则可以做一些 更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 比如学习 这点真的是很可怕 因为研究发现 章鱼的学习和记忆能力 都非常的接近人类 它们可以通过观察 另一只章鱼的行动 来快速的学会 如何在人类布置的迷宫当中 找到食物 也能够记住那些 对它们不好的饲养员 并伺机报复 还可以微妙微翘的 模拟出周围的环境和其他生物 来逃之夭夭 或是威慑恐吓 这看起来简直是 对我们人类中心法则的严重危险 不过话说回来 为什么如此聪明强大的章鱼 还没有组建军队上演一场 章鱼的星球崛起 这主要是卡在了知识断带上面 章鱼的寿命不长 而且一当爹妈就得死 在雄性章鱼的八只出售里面 有一只很特别 因为它被称为交接腕 说人话就是雄性章鱼的生殖器 你可能不小心吃过很多次 在交配的时候 雄性章鱼会把自己的交接腕 插入到雌性章鱼的外套腔内 让金包进入磁体 为了确保能够受孕 雄章鱼还会自断这个命根子 就把它留在雌性的身体里面 自己当然也就一命呜呼了 而雌性章鱼在产下 数十万枚章鱼卵之后 也会不吃不喝 时刻守护在这些小宝贝的周围 直到它们在半年以后成功孵化 到了那时 它自己也经历耗尽 离开这个世界了 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 当然也就无法从父辈那里 学习到生存的技能 一切又得靠自己重新摸索 我们真得感谢大自然 在张鱼身上放置的重启按钮 否则这个世界被谁接管 还说不定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